财经周末趴 揪你来开趴 大家好 我是沁宜 我们今天要带你来开的是转机趴 全世界高龄化小子化的趋势非常的严重 所以现在陆续看到很多地方创生的概念 就是怎么样帮助地方再创生机 而反观咱们台湾地方改制迈落第一个十年 小小的弹丸之地挤进了六个直辖市 到底要如何翻转这些看起来可能是又老又穷的偏乡地区 让咱们的年轻人愿意回乡一起来好好经营 台湾的地方创生有办法落实下来吗 我们今天现场也请到刘通业的教父徐崇仁先生 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对台湾非常重要的问题 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评 这边就是海飘回台区 第二位就是我们美化协会理事长 我们的刘通业教父徐崇仁 欢迎徐总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日本研究学者陈永峰 欢迎陈老师 大家好 好 这边是我们的东飘台东区 两位听说都是从台中飘回台东 其实在台北都住了很久的人 民宿创办人 林志豪欢迎 大家好 我们创业基地的推手黄秀玲欢迎 大家好 我们想先来看这个地方创生 这个字是源自于日文 日文怎么说 其后缩世 其后缩世 在台湾这个其后缩世 这个概念开始在2019年 被认为是其后缩世 地方创生的元年开始推动 意思就是我们地方要怎么样透过一些 不管是政策或是官方民进一起的努力 让我们地方再创生机 地方创生 地方可以重新再创生机 这边可能包括了创意 从地方 从创新 人是个灵魂 创业产业开始 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来宾 到底到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走这个地方创生 这样的概念 实施的效果觉得怎么样 好吗 如果觉得还不错 你不过帮我举yes好不好 你说差强人意 还觉得蛮差的 举no好不好 请举牌 诚实做他 yes o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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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面看的人觉得是no 这一区no 实践的人是yes 两个现在都在台东 就是地方创生的这个 所谓社会参与 返乡的一份子 他们都觉得蛮有希望的 希望当然这个是 绝对是应该的 对 他是怎么样子去执行它 然后把它实现 在地方能够真正的再生 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没有 徐总 你从这个很繁复的企业工作 退休下来之后 我知道你这个偏向走透透了 就是一直非常认真努力 而且写很多文章 在推动这个地方创生的概念 所以你很了解这个理念 你刚刚我看到你举no的时候 牌子举得有点沉重 你一定很希望举yes 但是现在你觉得就是no 那在你看到现在有成功的模式吗 成功的模式 还没有诞生 还没有诞生 台东我们觉得这个名叫热气球 有没有 去台东做热气球 那个是OK的 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 所谓的地方创生 它的元素包括很多 热气球或者是秋收季 那个都是很好 那个是观光 但是观光以外 地方的一个经济怎么去振兴 包括就是说要创造更多的 机会给年轻人回乡 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议题蛮多的 但是我是觉得有机会 大家努力一定会 所以不只是我们以为了说 台东发展什么观光什么活动 而是要在地它真的创造出 新的一个商机 地方重新再活起来的意思 对 地方创生 对 好 陈昀老师你刚刚也是举no no no 应该是做 波莱坪吧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 从国外学过来 日本首先提出地方创生的概念是 2014年的安倍晋山内阁 那个是为了相因应老年化 日本今天是26% 65岁以上的人口 我们是16%左右 但是我们很快就追上去了 紧追在后 我们追得很快 另外就是农村没有人 对 乡村没有人 希望大家可以回去 但是回去又没有可以满足大家的工作领域 所以非常的矛盾 所以日本是用补助金 日本的因为官僚系统很强 所以非常会写计划 超级会写计划的 所以就给补助金 让大家回去做什么 但是延续性也都很快就面临瓶颈 各位已经听过 日本的不动产 因为跟负 正负的负 变成负动产 房子没有人要 没有价值 所以很多地方自治体会反而说 这个体育馆送你 这个教室送你 看你要干嘛 所以表示农村事实上 已经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存在 所以地方创生这样的概念提出来 是想要让地方 日文的地方是指东京以外的地方都叫地方 什么东京以外都叫地方 那地方也太大 中央跟地方的概念 所以非东京以外的地方都叫地方 都要创生了 都要创生 所以表示都面临了问题 而这个前面的原因当然是 东京一级集中 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到东京去 就像我们大概全部集中在天龙国吧 这个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当然会比较有效率 只是说到今天有效率的 另外一边就非常多的不好的东西生出来 好 我们当然来看日本的例子 因为台湾其实跟日本越来越像 今年一月份最新调查出来 这个新生儿的比例是有史以来最低 对 所以今年开始叫生不如死的一年了 你们说yes 没有那么悲观 看到了什么 像我们部落好了 其实也越来越多人想要进来部落里面 享劳退休 其实在地方创生来讲 像刚刚总裁说的热气球 或者是秋收 确实 我觉得地方创生要跟在地要有很深厚的连结 这连结是我非常推荐 像台东有一个台东慢食节 台东慢食节它一年会有四场 这四场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这个慢食节 它就必须得透过慢食协会去征选 征选它有几个很重要的指标 比如说你必须得使用在地的食材 透过每一年四次的慢食节 都可以来做呈现 它其实带到来台东旅游的人口 其实是不亚于热气球之外 其实回归到说 当我们其实透过热气球 介绍我们自己在地作物的时候 其实它也会反映到说 我们在各自结束慢食节 回到自己的店家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还是延续那个烧毒的 去年疫情的关系 一直到第四季才开始办慢食节 当时的慢食节的主题叫做 永健餐桌 为什么叫永健 因为我们需要很永健的身体 抗疫 对 防疫 抗疫 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去挖掘说 次冲对我们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功能 慢慢 慢活 享受当地 挖掘当地的美食 对 因为台东其实近几年在讲慢经济 慢生活 慢旅游 其实台东很适合 在台东你想快也快不起来 对 你是要去哪里拼什么 慢慢来 需要时间酝酿 OK 好 你也是等于算返乡 是 好 秀玲 我是东飘 东飘 就是立志想要住到台东去的人 所以如果叫第二故乡 也是一种返乡 OK 你在台北住多久 23年 23年 飘到台东 飘到台东 刚刚有提到就是 为什么是Yes 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 它是在东河上德村的一个村子 这村子其实在早期 在70年代之前非常有名 因为它是台湾非常重要的香茅 精油 香草的非常重要的输出地 一个小小的村子在太原幽谷盆地里面 好漂亮 两千多人都在种香草 可是后来因为70年代化工原料的关系 结果这个整个农业就整个掉下来 就是农业就完全没有人 没有办法再卖了 因为大家不用天然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村子现在就几乎要灭村了 这几年就是大概现在 目前真正住在里面的是 大概可能不到100人 不到100人 然后三成是老人家 然后就是人口老化 外影非常严重 然后就有一对夫妻 也是我们自己辅导的团队 他们就回到这个村子 上面真的返乡的人 然后他们就在开始那边 富裕香草的产业 然后把老人家找回来种香草 那老人家种香草之后 身体变健康了 心情变好了 对 然后就开始吸引更多的老人家投入 那所以很棒的是 刚刚那个陈老师有提到李山 其实台东上德村这个在2019年 已经正式登陆为台湾的案例了 因为他们真的有顾及到 他们用自然农法 然后老人家的生活有顾到 然后又产生了经济产值 产生正向循环 正向循环 对 所以其实有了地方创生了这个名词之后 其实相对的像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子 大家觉得你不是就是农友吗 他就因此可能可以得到 比较多的资源 然后也有很多的媒体或相关的人知道 那这样子我可以怎么样来支持你 所以其实就让大家比较有依据 可以好好的把事情做好 OK 等于是有个目标 大家本来就是为了生活 再不断前进 然后可以结合更多的资源 一起来地方创生 对 我们其实制作人也是台东人 说不定也会要回家 这样敬一份行李 反乡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之前 我们来看这谢社长 在理由上有PO到 特别提到徐总说 徐总当时还在全联 对不对 那香蕉都有打上在地的品牌 像是屏东的糯米椒 或者是有各种不同样的品牌 还有不同的鸡蛋 那当时这个概念 是不是地方的这种创生概念 慢慢也在你心里种下这个种子 其实地方创生 我研究了十几年 那我一直希望说 台湾能够有道滋液的这种 道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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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就是日本 就是道滋液 这个日本道滋液 是在很多的休息站区 道滋液一般讲起来 我们讲高速公路休息站 但是这个就是变成是一个 产业道路 不是主要的道路 但是相称的这个道路 这个时候变成观光景点 很多人喜欢去买东西 其实因为很多台湾旅客 都会经过 都会看 因为其实讲起来 它是一个以农产品为主体的 一个购物中心一样 它不是只有卖农产品 它旁边可能有麦当劳 有Starbucks 有烘培环 这是很多样性的 但是以农产品 当地所生产的 像面包或甜点 这个都是包括在卖场里面换售的 用当地的食材 在地代交 所以它这边叫方渡 农场自营 方渡是一家公司 那个朋友我跟他认识很久 他就认为说 我怎么样子去帮助这些 地区的小农 因为大部分都是 小规模的农业 可能是老公 婆婆 他们种了一个高丽菜 然后他怎么去哪里去卖 超好吃的 没地方卖 他没有地方卖 然后他自己要去摆摊 没有那种能力 那干脆就是有一个空间 他就是变成农产品的 一个集散平台 然后我自己定价 那这个商场 抽了一个 差不多15%的一个 上架费 其实算便宜 很便宜 这个可以在台湾做 你觉得做得起来吗 那时候可以 绝对可以做 因为后来我就决心 在前人工作的时候 我就设了一个空间 把这个小农的东西摆在这个 让他们拿来这边卖 然后把小农的照片 还有他的履历 把它写出来 生产履历 对 这样子的话 就是一种开始 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 我希望像日本的这种 比较规模比较扩大 然后就变成一个刀子役 因为日本已经有 1,150个祭典 我们台湾连一个都 像样都还没有新成 满可惜的 在地的人可以去买 经过的这个旅客 他也可以 好像冠冀一样买 他所需要的这个农产品 交通可以到的地方 以地方为中心 把人跟物 这个物特别是农产品 可以连在一起 然后有一个产销的 集中的中心 某一个意义来说 变成观光的一个点 据点 对 然后像我们现在不是 休闲室的骑 重机的或骑脚踏车的人很多 就可以休息 日本这么成功 台湾你觉得有办法吗 因为都被7-11击败了 所以这个就是要民间 我好舒服 所以7-11取代了 倒置疫功能 不可能 不是吧 因为我们还是有空间的 因为在日本 有很多的倒置疫 都是民间企业跟 这个地方政府合积 他们还有什么蔬菜巴士 对不对 帮小牛运送蔬菜 对 蔬菜巴士那个是最近 有一个女士 很年轻的这个 二三十岁的小姐 她就想说 我怎么去帮助这些小龙 她就做了这个蔬菜巴士 这个蔬菜巴士就是说 在翻延 假设说10公里之内 然后她设了巴士站 这个巴士是蔬菜要做的巴士 那我如果在附近 A点 那我很近 我就把我种的这个农产品 搬到这个A点的这个巴士站 那巴士来的时候 她就把它载上去 载到客户的地方 餐厅或者是学校 或者是这个公司 方向的解决运送的问题 对啊 她就不用自己还要开车 还要花很多的物流的费用 这种都 这个概念事实上 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得到 那只是要怎么去下决心 然后彻底的去做 我觉得就是很多资源 怎么去串联在一起 资源整个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陈老师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地方创生 这些安倍晋三提出来的 他不在安倍三界 还有创生三界 到底在日本现在执行情况怎么样 我们可以怎么来学习 我举了两个例子 刚好是相反式的 这个我的朋友 版本先生 你的朋友 这些全部是艺术家 东极野村 是一个别奈良县 有那个路那里 有梅花路就这样 但是这个已经是山上了 所以也一样是叫做过书的村 人口越来越少 这个本来是当地的区域所 所有的建筑物 现在就让年轻人 自由的使用 不用租金 所以各式各样像设计师 画家 陶艺家等等 可以来这里住 然后另外一边又互相可以讨论 艺术家们喜欢交朋友 所以真的是过得很快乐 在山上 看他们脸就知道了 有的是本地人 有的就像 就是飘到东极野去的人也有 而在那里就让他们 出现了一个共同体 艺术家们的共同体 但是拿的又是补助金 所以我在想 如果没有办法自给自主的话 但是像他们也会生产出 自己设计的商品 这都是在买的 也有开咖啡店 咖啡厅也有 但是问题是 能不能自给自主 而且这么多人 有的还有结婚 有小孩也一起带过去 但是就提供你可以住的地方 你的创作工房 然后又跟其他的同好 同志可以在一起 所以大家是做得很开心 这个是相反的 路背山 刚刚这个是奈良 奈良跟京都府的交界处 本来这一块地 是高度成长期的时候 日本的住宅公团要盖房子 要造一个新的市镇 叫New Town 新市镇 不过因为日本现在所有的New Town 都变成旧 都已经变成鬼城了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盖 住宅公团又把地返给了自治体 自治体就是我们比如说县 或者是镇 乡的行政单位 他就把它给了一般人 你们来经营 然后还给补助金 你们来经营 把它弄成可以变成教育的机构 或者是社会的聚集的机构 所以这一边跟刚刚那年轻人刚好相反 退休的人 祖孙交流 没错 所以有小朋友各位 看到小朋友吧 然后是阿公 这个有的都是大企业退休的员工 大手牵小手 对 然后一起来享受田园的生活 所以这两边日本的官僚系统 全部是用补助金在做的事情 当然有成效 但是又没有办法拯救 最重要的问题是让乡村火落起来 所以你觉得日本也没有做得很好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要愿意生小孩才行 最重点是人口越来越少 人口越来越少 就是这些人玩了一圈之后 如果小朋友们没有再继续接下来的话 又没有了 你讲的是另外一个更大问题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够接许 类似艺术家们可以一带一带的住下来 这边也一样有人又去经营 所以这些现在日本都在活用 我们希望有好的成果 那我们也可以学习 活落这个山也活落这个人的心 这是日本的概念 谢谢陈老师 那我们来看 这个也是在日本 大家去 这个铁路文化铁道迷 很多也非常爱日本 这个一个一大特色就是 他们的便当 铁路便当 那这些便当 也算是我们地方创生的文化吗 这个他们已经起来有志 叫Ekiband Ekiband Ekiband 每个车站 这个我讲到最近台铁的问题了 就不要再讲台铁了 讲日本的就好 JR JR是日本的国铁改革之后 民营化之后 所以大家必须自负盈亏 甚至要创造盈予 所以想尽办法 做出各式各样的东西 要来打响自己的 那个战的知名度 另外一个 看了又好想去搭JR了 跟地方结合 跟地方结合 比如说广岛很有名的 这是阿纳国 穴子 穴子 那应该是海曼饭吧 这个超级有名的 然后亚军是有田烧 这个不是卖咖喱 咖喱很普通 但是有田烧 有田烧是一个陶瓷 对 这个可以最少买回 所以就变成这个是卖点 它这是咖喱加起司 对 所以想尽了 各式各样的方法 要跟地方结合在一起 满满的海胆饭 这铁路便当 怪太豪奢 他们卖一千多块日币而已 所以还可以 在台湾这个一个袋 卖一千块的台币吧 对 海胆饭 这个超有名的 这个我也吃过 另外因为我住在京都 还有和牛便当 这个真的也不贵 也是一千四五百块日币 就神户牛 然后做成便当 在车站里面卖 然后我在 就专程去买便当就好了 不 大家都是顺便坐车 不是 坐车顺便吃这个 可以相反吗 透露一下我最喜欢吃的 Ekibank是这个 Ekibank 富山 富山各位要去一下 日本非常富庶的 靠日本海那边 Masushi 这个是鲑鱼 鲑鱼的前身是尊鱼 尊跟鲑 现在台湾很多叫鲑鱼 所以这个超级好吃的 在富山 各位有机会可以去玩一下 所以就努力地创造本地的客产 跟商品可以结合在一起 吸引观光客 其实这个我们今天 光一些零售超商的时候 也会看到说 从这个便当可以感受到地方 在地的食材跟文化 就要问一下许总 当时这样子的一个灵感 是不是也从日本铁道文化来的 早期便利商店 大家的印象 怎么可能在便利商店 吃便当 吃便当 卖便当 对不对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 当时我看到美国 美国的便利商店 它是卖什么 卖汉堡 三明治 还有卖热果 大概这是他们吃饭的 主要的动物 我看到日本它是吃便当 那台湾跟日本比较接近 也是吃便当 但是大家怎么去让 他们能够 消费者觉得说 到便利商店可以买便当 这个有一个困难度 所以那时候我在二十几年前 我就想到一个想法 我就说 推出这个国民便当 是 其实大家都常爱吃 但是很久以前 刚退出的时候真的吓一跳 对 国民便当 为什么叫国民便当 因为我要让大家容易知道说 便利商店也可以卖便当 所以那时候你只要拿国民 身份证来排队 一天 真的算便宜 就送一百份的便当给 拿身份证来的顾客 大家就说 怎么有这种国民便当 对 那媒体也报导很多 对 所以大家就说 在便利商店也在卖便当 那汉堡的话 汉堡我们就卖那个热包子 我们叫大烧包 那个大风宝就是那个hot dog 所以你要西市的 还有中市都有 但是为了开发这个便当 我也下来很大的决心 就是说 派这些研发的人员 到日本的所有的车站 全国的各地不同的车站 去收集这个便当的样式 就是刚才那个陈老师讲的 各种不同的样式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就是说 一个便当要能够有吸引力 不是只有便当 排骨便当 它应该可以怎么样子包装 还有摆盘 设计 都要用心 那这样子的话 你也可以让大家觉得说 我在便利商店买的便当 是很有价值 所以从那个开始 就变成很普遍 那后来就又延伸到 所谓的饭团 三角饭团 大概就是一路走过来 当然我们学习美国 学习日本 但事实上不是说 他们做得怎么样子特别好 而是说我养成的习惯 就是不断地去学习 别人的优点 然后把别人的优点 把它消化 然后本土化 变成自己的东西 我想这个蛮重要 所以从超商经济的经验 来看就发现 其实创新可以带来很多的改变 可以活络经济 这次我们非常期待的地方创生 会带来一个崭新 我们没有想过的全新的生机 先进广告 大家来听一看台东的故事